来 警察 来 端向 包包拿下 埋伏在素食店的远警 见机不可施 马上上前逮捕诈骗集团车手 被逮捕的车手原本在台南打零工 7月初加入诈骗集团后 前后一共面交过15次 这一天他连赶三场 先从台南搭高铁北上新竹 面交两处 下午再搭车前往三峡犯案 不过在三峡却掉入被害人 和警方不好的陷阱里 因为被害人准备好2000万的名纸 跟警方联手 假装要再加码投资虚拟货币 诈骗集团先是骗了被害人32万 实随之位 于是派车手前往取款 没想到拿到的却是一整袋名纸 警方从车手身上搜出 作案用的手机两只 而这个诈骗集团手法粗糙到 连工作证及收据都省略 最后将车手一诈欺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东南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